所以第三天开始 开始有一点喉咙有痰 再多一天就是其中一边的腰那边会酸 吃东西就开始没有胃了 胃一绝的话 基本上接近99%都吃不出什么东西 又到了星期天傍晚6点 欢迎收看 SUNJAY GOOD 你好我是嘉峻 嗨我是Jackson 那其实最近我国 新冠肺炎疫情的数字 哇每天都很夸张很恐怖啊 千千生这样子叫 然后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很麻木的一个状态了 我们的政府其实也是有讲说 如果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去增长的话呢 我们国内医院的床位数 可能就会很快不足够了 因为最近我也是有在Facebook看到很多 中了这些COVID的patients 他们讲说 他们其实中了COVID之后呢 是没有有关当局来跟他们去联系的 而且是没有被安排住院 是要在家里自家隔离的这样子的状态 对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很混淆 到底中了COVID之后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今天我们就找到了一位 正在自己的家里隔离的 自家隔离的COVID patient 那另外呢我们也是有请了医生 来讲一讲 关于这个B117的病毒 到底病毒准备不带出什么样的一本事呢 在你知道你中了这个新冠肺炎之后 你当下的心情其实是怎么样 听到我朋友中了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点担心了 因为觉得这么靠近 之前都是听朋友的朋友 过后真的是自己的一个很close的一个朋友都中了 然后同时那时候就有一点的感冒 所以就快快去咽咯 当然最紧简必利的那一刻就是 那个报告出来的时候了 一迟到了过后真的是有一点不知所措 一路来的一个想法就是哎呀好像 还没有这样近啊很远啊都是很远啊 真的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点那个不知所措的感觉了 其实在你中了之后有出现什么症状吗 我就开始有一点感冒了 有一点发烧发热的感觉 所以第三天开始哦 开始有一点头龙有痰 再多一天呢就是 其中一边的腰那边会酸呢 吃东西就开始没有胃了 胃一觉的话呢 基本上接近99%都吃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你会想一下 其实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会中到这个咯咯呢 就是我跟我这个朋友啊 有一起吃饭哦 当然啦老实讲 你要真正做到一个中间的那距离 是没有啦 吃东西的时候肯定就拿开丑照了 也没有太过100%的资历 一次完马上带 好那KKM 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隔离的呢 自己的家咯 房间 为什么你会在医院隔离的 其实是KKM 应该会召唤我们的 我暂时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收到召唤啦 然后我问详细一点 也有人告诉我 他讲 我们这样的那个年龄层 他们现在也是放在第二个压力的 我觉得也是没关系啦 因为我们从报厂上都看到 医疗的系统已经是都爆满了啦 所以我反而觉得在家隔离是OK的 只不过可能他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一些关于 在居家隔离的一些SOP会更好了 当然我也是有听人家讲 如果一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马上要打那个999电话咯 还有一样东西我想给大众指导一下 很多人咯 他们中了过后他们根本是不知所措 不知道要做什么东西 几次才可以出来啊 KKM又没有召唤他 其实我们自我个离了大概一个到14天之间 其实我们就可以主动去联络 KKM这个部门了 他会安排我们去见固定的某个医生 然后医生会看我们的状况 如果everything都OK咯 KKM会出一个那个release letter给我们 因为我们那时候如果在医院的话 90%也是positive的 只不过我们的那个病毒在身上 已经没有那个活跃的那个成分了啦 所以我们是需要那个release letter才可以出去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像英国的新冠肺炎的病毒已经变种 像我们刚刚讲的是V117嘛 那跟我们最初的病毒 其实它的差别在哪里 它的差别其实是在于 它比较容易进入人的身体罢了 比较容易传染 死亡率之类的 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有什么报告说 比较有多人因为这个V117而死亡 这样面对这个变种病毒 大马人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有变种没变种 那个大马人都是一样做重要的措施 就是social distancing 设加远移啊 然后戴口罩啊 多洗手啊 少点出门啊 比如说我们患了COVID啦 他们有人讲说他们会失去嗅觉跟味觉 那这个失去嗅觉跟味觉 它其实是单个人力的 还是其实本文的都是这样子的 到现在的我们的研究报告呢 有些达到6个月耶 可是呢在马来西亚 到现在还没有人报告说 跟到6个月这样子 可是外国已经有了 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病床是不是已经来到了一个 完全不能够复合的状态呢 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呢 就是真的是很多医院 我们是说没有病床是因为我们要给一点 不是中COVID 的人住 我们要牺牲一部分的 来放这种病人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可是我们是可以把这些 不是COVID 病人的床 转成了COVID 的病床 可以的 只说人手方面就大问题 最近有陆续听到说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中了COVID 但是卫生局就没有去联络他们 要他们在家里自行隔离 这样子的措施是对的吗 在家和在医院是一样的 都是在那等时间过吧 都没有什么东西 反正我们都每天都在外面都有这个COVID 病人走来走去 其实是有的 你不知道你身边的人就四周困COVID 因为已经是我们叫做community 色情感染 如果是色情感染的话 很多东西是不能再trace了 然后如果你是刻意的去trace的话 你会浪费很多资源 不只是钱方面 人手方面 所以我是觉得在家里是没问题的 80%或者98%的病人其实都没有问题 都不需要进院的 那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 因为每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几千种 大家其实已经很显了 麻木 麻木了 甚至有些是已经放弃遵守 SOP 了 医生有什么话要对这群人说吗 我也是明白每个人的疲惫和每个人的厌倦 我觉得我们不要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放弃 其实我们要再等多一下子吧 我们的疫苗要到了 现在已经是一月尾了 像我们二月多大概都可以拿到疫苗了 地群的人可能在第三月或者是也已经打针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加油 不要忘记啊 我们的家人的老人家 全部都是高风险群人啊 我们不想我们自己带病回给我们的父母亲 就算是你没有病的话 你也会带病给你爱的家人啊 忍耐一下吧 大家一起做好这个防疫措施 没有全功尽费啊 记得西方大家看过了这个影片之后呢 知道说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患上了新冠肺炎疫情 知道怎么做 Don't worry be happy啊 哦没有 不用 be happy 不用 be happy 就是大家不要放心一点 大家不要这么过度的忧虑这样子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要保持你的这个作息正常 我们想吃饱睡饱就OK了 而且还有一些朋友 因为他们中了新冠肺炎病毒嘛 就遭到身边的人有一些歧视啊 或者是有点排挤啊 之类这样的东西 明白的 因为大家其实对这个病情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嘛 但是只是想要说 他们其实中了一些疫情或者是病毒呢 他们其实自己本身也是不想的 所以大家就希望说可以多多谅解 因为毕竟这个新冠肺炎呢 在14天他们痊愈之后呢 他们体内的病毒是不会传播出去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我们也非常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影片 去到一点点什么东西 希望说大家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入带 OK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做这类型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要点赞 订阅 分享 按赞 留言 打开一小铃铛 订阅 那山这棍 新冠肺炎患者 还有我们Dr Sebastian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